8月24日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作为指导单位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上海科技馆共同主办的2018 8月25日上海国际科普产品博览会在上海展览中心拉开帷幕本届展会与科普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紧密围绕人工智能与市民生活展会为期4天来自中美京德日瑞士瑞典的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50渔家科技企业科技园区科研机构和高等月校参与展会 加品数量达3500余件 此次展会上千英兄弟农用直升机和智能农用无人机产品精彩亮相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的目光 TY800农用直升机采用高强度全封闭碳纤维防腐机身 日军作业可达千亩能存在25公斤的超重载荷 还获得了国际经典奖 TYM12L是天英兄弟全新一代农用无人机 在结构设计上进行了技术的创新 独创飞行折叠GP 一键是叉拔电池 三层火力系统 全机身方称防水 实现了全自主 智能AB点 手动多种飞行模式 让农林值宝更轻松 科技创新需要被人理解和关注 科技发展需要服务员们的生活 无论是科学讲座 科普演绎 还是科技产品展览 都在向观众传递这样一个信息 科普 让生活更美好 萌章来自天英兄弟 更多农业无人机 自识天英兄弟官方网站 www.111uav.com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